我記得在樓梯一上去一開門 然後走上去的時候 媽媽看到我就抱我 然後說謝謝你來 然後她就哭了 然後我當下也有點感動想說天啊 因為 真的很累耶 坐飛機 還有十套機 跟我們會合美還有Cody 嗨嗨 好開心 Cody今天會很緊張嗎 今天會很緊張嗎 No No 我會 All good Really 就是只會這些單字 我今天訪問可能會有一點評審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見諒 我只能用我最破的英文盡量訪問一下 你可以的 I think that is ok I think she's 長相很漂亮 No 想跟大家分享這件事情 然後跟會邀請你們一起來的原因是因為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奇妙的緣分 就是你們在外景的時候認識的 然後是因為跳傘的關係 但我比較好奇就是 你可以問一下Cody就是她第一次帶你跳傘的時候 她的心情是什麼 是對待一般人嗎 還是覺得這個女生比較漂亮 所以她比較熱情 You say the first time that you jump with me What's your first plot for me Do you think I'm more It's a no more It's normal Normal people A little bit loud What's your first plot for me What's your first plot for me 什麼啦 所以你平常就是不管 因為你當初看到Cody 你有覺得會發展出一段嗎 沒有 所以你就做自己 對 那後來發現有發展一段的時候 有很後悔 你那時候叫很大聲 沒有耶 因為當下我真的沒有想太多 我就是真的覺得我在工作 跟只是說說說 哇教練好帥喔什麼 但我真的完全沒有其他念頭說 真的會跟教練交往 然後把人家騙來跳 但是在跳傘的這個moment之後 你們是怎麼聯繫上的 You message me on Instagram 她說我密他 在Instagram上面訊息他 It's really 是真的 是你還是他 是我 喔是你是不是 因為我要跟他要照片 因為在飛機上的時候 因為只有教練可以帶手機耶 很多人說要把手機放 我就乖乖放在包包裡面 然後一下 一到飛機上的時候 我很緊張 因為它是我第一次要跳傘 然後 我的搭檔是顏永烈 永烈哥就跟我說 欸你不要緊張啦 如果你上去緊張的話 你就看我 結果後來我整趟 因為他在我後面嘛 就要背著我跳 我整趟都沒有往後看 因為他在 你沒有看到教練 因為他一直在跟我聊天 所以好 那你問他 我先釐清這件事情喔 你是只有要照片 我是只有要照片 而已嗎 你要 沒有我不是問你 我要問他 你幫我問他 I only message you for picture right In the first time Yeah Probably 他說應該吧 後來那怎麼會 他一直問我問題 因為我那時候 我之前完全不誇張 我是連一句英文我都講不好 雖然就 我知道單字 但是我沒辦法 講出一個句子 對然後我想要說什麼 但我又覺得文法不對 我說不出口 英文非常非常懶 我就是沒辦法跟他對話 所以我都會用Google翻譯跟他聊天 然後他問我問題的時候說 住哪裡啊 台灣 你有沒有去美國 沒有 這種類似這種問問答 但那時候其實我心裡非常抗拒 因為我會覺得 這是我個人的偏見 我是覺得 你很漂亮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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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漂亮 他本來就應該跟我聊天 你說因為我的手 真的是 我會覺得 白人都比較驕傲 我自己 就是有一個偏見在 對 所以我會覺得 我英文不好 就不要丟臉 所以聊了多久之後 才又見面 Do you remember? Couple of months 好像兩個月之後 然後是他來 他原本說他要來台灣 但是後來變成我去關島 我再去玩一次 因為我那時候心裡想說 那你就是被賺錢啦 對喔 可是我沒去跳傘啊 喔 就是只有去關關 我就是去玩而已 對 但是我那時候就想說 如果我們真的 就是 聊天當中 我不覺得他是一個壞人 而且也有顛覆了 我原本想說 白人是不是都比較驕傲的 這個概念 他是非常誠心 跟很誠懇的 然後我就想說 天啊 我以前從來不覺得 有可能跟外國人溝通 然後一直到 我去了之後 覺得他的態度非常好 才願意開始 試試看說 是不是可以交往這件事 你那時候去的時候 是一個人去嗎 我一個人去 就一個人 而且所有人都很擔心我 怕你被騙 你想想看這件事情 多瘋狂 就是跳完傘之後 然後再回去 一個人 然後身邊像達哥阿達 然後或者是像永烈哥 然後所有愛玩客的工作人員 都說 如果這個人是壞人怎麼辦 他把你鎖在地下室怎麼辦 那你有跟他講過這件事嗎 有啊 他就說 他覺得不太可能 所以這是第一次見面嘛 然後就只有見了四五天 對 中間就是只有靠訊息在聯繫 但是那個去的第二天 我就有問他說 我們現在的關係是什麼 就直接問 然後他怎麼回答 他說當然是男女朋友啊 然後我心裡想說 沒有 一開始跟我身邊接收到的朋友的資訊 都說沒有 我跟你講 我們都是玩玩的 不可能跟你認真啊 這樣 Proved you wrong 然後那時候我就問他說 我們關係是什麼 然後他就說 男女朋友 我說那我們的交往今天就是什麼時候 他就拿出手機 然後就截圖 說就是現在 所以是7月15號的12點21分 哦 你都記得很清楚耶 因為他說如果我截圖了 我就不會忘記 這是我們的紀念日 嗯 因為我正要問說 因為他那時候來 來有見到爸爸嘛 對不對 因為一開始 所有的家人朋友都想說 不可能 他是認真的嗎 你是認真嗎 你們是不是瘋了 那先問他 他見到你爸之前有很緊張嗎 你說 你先問我爸爸 你會覺得很緊張嗎 我想因為你告訴我 你的父母很冷 可能如果我會見到 美國的媽媽和爸爸 我會比較緊張 但是我沒有很緊張 我會很興奮 嗯 我會有所有的禮物 所以這個 就是我想要講說 我們那時候交往不到三個月 他就說 他要飛來台灣見我爸媽 然後跟他們吃飯 然後心裡想說 其實我蠻緊張的 我比他還緊張 因為我會覺得 會不會太快 我怕我爸爸媽媽跟我姊姊 我哥哥 沒有辦法接受 然後當下 爸爸是真的沒辦法接受 他 他甚至有點反彈 因為他就覺得 這件事情是他不熟悉的文化 然後他沒有辦法接受 然後再加上Cody不會講中文 對 結果會不會你爸英文超好 嗨 Nice to meet you What's up bro 反正後來 Cody飛來台灣的時候 他準備了 他跟我要我姊姊的Instagram 然後我哥哥 我爸爸的 所有人的FB跟社群媒體 他把他們的帳號都看過一遍 他們需要什麼 他們有沒有抽煙 他們有沒有特殊的喜好 因為他要準備禮物給每一個人 跟我姊姊的三個小孩 然後甚至看他說 喔小孩有腳踏車 那他還買了一個那個 類似鈴鐺的東西 嗯 可以掛在上面的 所以他就是每一個人都準備禮物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爸爸那個時候有抽煙 所以他就買了美國的香煙 給我爸爸跟我哥哥 但一開始我爸爸媽媽都很害羞 因為他們也不知道怎麼跟他打招呼 一直到見面了之後 就被他融化了 然後爸爸竟然還揪他一起抽煙 他平常不抽煙的 然後就陪爸爸一起吃 對 然後爸爸就會拿著香煙 到處跟親戚朋友 因為我們家住三個月 他就拿著跟朋友說 欸這我們美國的那個 我們女兒帶來的 男朋友帶來的 要吃看嗎不看嗎 可以這樣 就很熱情的 開始介紹Cody 一開始我還想說 好好擔心 爸爸會不會就是 覺得尷尬 然後跨不過去那個 現在他們超好 嗯 然後尤其是 小孩子們超愛跟他玩 我其實只有三個小孩 都喜歡他 非常喜歡他 嗯 而且連我不曉得怎麼跟小孩玩 他超會的 因為小孩就是喜歡 就是可能跟他玩一些 講一些什麼噼噼噗噗啊 你有答辯啊這種 他們就互相戳對方 然後就玩得很開心這樣 所以我覺得 第一次 他的第一步做對了 就是雖然語言不通 但是他可以飛到台灣來 然後用行動表示他是認真的 所以這個就融化了你對不對 然後後來 你就飛去了他的家鄉 後來換我去美國 先問 那你先問他一下 好 問他就是你第一次去的時候 他覺得你的表現怎麼樣 我記得你帶了禮物 然後你很甜 對 他們很喜歡你 然後你媽媽就哭了 對 我記得她第一次抱著你 然後她哭了 對 對 我的父母很開放 很甜 他們有很多孩子 所以他們有很多男朋友 女朋友 因為他們家有七個兄弟姐妹 所以他們見過很多 各自的男女朋友這樣 對 而且那時候我記得 我第一次飛去的時候 是很晚的聖誕節 但他們家沒有把所有的燈 聖誕燈都拆下來 因為就為了我要去 在等你 想讓我感受一下 什麼是美國的聖誕節 然後他們稱作 叫Homemade Christmas 就是專屬於我的聖誕節 然後他七個兄弟姐妹 都有各自的家庭 然後都有回來家裡見面 但他媽媽那時候是為什麼哭 因為他覺得我飛了半顆地球去找他們 那爸爸剛開完心臟的刀 然後他媽媽抱我的那一刻 我記得在樓梯一上去 一開門然後走上去的時候 媽媽看到我就抱我 然後說謝謝你來 然後他就哭了 然後我當下也有點感動 我想說天啊 因為我 真的很累耶 坐飛機 還要失照 抱一些無關緊要的事情 應該是更緊張吧 就是抱著緊張的心情去 所以比較疲憊吧 而且我很期待說真的 因為有跟他們通過電話跟視訊 但是一直沒有機會見到本人 所以那時候見到家人的時候 都會覺得他們真的很溫暖 而且我很怕冷 然後有一顆聖誕樹下面 全部都是我的禮物 然後那天就算我的聖誕夜 所以我可以開一個禮物 然後就開了媽媽幫我準備的襪子 保暖襪 對 然後之後隔一天的早上 我就穿著睡衣 然後出來之後 因為媽媽也幫我準備睡衣 然後一出來就開始拆禮物 裡面就是很多什麼 因為我要去滑雪 他們怕我沒有什麼護目鏡啊 沒有帽子啊 都幫你準備好了 對對對 然後就覺得 果然是生過很多小孩 都知道我要什麼 需要的東西是什麼 所以目前都沒有平淡期 你不能有正式的 沒有正式的 沒有正式的 它是相反的 當然我們有些時候 有點擔心 不太興奮 但我們也有些時候 很興奮 很興奮 所以它是相反的 它是相反的 對 但不好的時候 然後你們有做什麼事情嗎 還是心裡有會 有沒有覺得 喔 卡關了 然後需要去 激起一些火花 I get you flowers 他說給我買花 天啊 那你也很好 你也很好 很好紅是不是 對 很好紅 我覺得我們會找一些事情做 I think we were planning something together We're kind of always planning something together 對 What Like Well now we're working together Doing our YouTube channel So we're always thinking about Oh where are we gonna go next and what's happening And this So we're kind of working together And in a relationship So That's kind of unique And special So I think it's not Just that we're in a relationship It's that we're in a working relationship So There's times That maybe it feels boring But at the same time We still have to get the job done So I think it kind of goes in and out Of Wow This is amazing Maybe this is a little boring But we're still working together So I think we've become really good friends By working together Okay I have a question Right now You are the working together right 對 And You have to take photo to 何美 對 然後她有幫你修圖嗎 And then you will photoshop for me No she doesn't photoshop 我會自己修 Because I don't know what she wants to photoshop Okay 就是因為上一次來的時候 是兩年前了嘛 對 然後這兩年中間 你那時候也有分享一些Cody的故事 你覺得這兩年有很大的改變嗎 我覺得認識她之後 真的改變了我的 變得很成熟 變得很成熟很誠實 而且很敢說出自己的想法 跟知道我自己要什麼 然後變得很堅強 一開始我要去美國 見她爸爸媽媽的時候 是台灣的過年期間 我要準備訂機票 但是我沒有跟我爸爸媽媽講 當時我的第一個想法是 我要不要用騙的 因為我會覺得這樣子 不會上爸爸媽媽的心 但是她就會說 如果你要用騙的話 那我不要你來 因為我不想要你騙了之後 用一大堆謊去圓 我寧願你誠實 Well I see it not just you doing that but some of your other friends always trying to like avoid problems and to me it just goes back and I don't wanna like cause problems here but it's like it's not necessarily you like you're a product of your upbringing and you're a product of your education and you're a product of your friends and your family So I see that very it's very common here for people to avoid difficult situations like uncomfortable situations like uncomfortable situations like telling the truth they would rather lie than tell the truth and go through but even if you lie maybe two months down the road you're gonna go through that uncomfortable conversation anyways so just rip the bandaid off get it get it done so and in America we come from get it done like rip the bandaid off say sorry figure out the problem now 那這是它影響你的 那我想請問一下 那影響了它什麼 yeah I think you've influenced me to be more like cut loose relax more silly more fun because like what you do as a job is like you're pretty wild character and for me being in skydiving it was kind of I get to be silly a little bit but it was more like this is how you do it like very procedural step one step two step three and so when I got into the relationship with you I saw this person who can just be silly and crazy and wild and it's like that's okay and so I think it's a good compliment because I come from not military but I come from a very procedural background with skydiving and so yeah I guess you let me you influenced me to kind of relax and you know take it easy and be more silly and be more fun with your tissues 他等於是 打開了你 你打開了他的那個鑰匙 你是沒有 沒有問過他這個問題嗎 沒有問過他這個問題耶 那問題是什麼 就是我覺得這個問題也很重要 因為他影響了你 人生其實很大的一部分 是你以前從小的習慣嘛 但是等於是他以前其實也是比較尋規道矩的人 對 所以你就是要解放他的人生 有聽得懂 你好棒SOP 對啊 我聽得懂 但我講不出口 真心講不出口 很棒很棒 但你自己聽完 你心裡覺得怎麼樣 因為我們已經語言不一樣了 所以我個性也不同 在一開始要開玩笑的時候 有時候不成功會真的蠻尷尬的 因為你講一個什麼笑話 但是好像沒有成 就瞬間想說 一般我講中文的時候我還蠻好笑的 為什麼英文起來我就還好 腦細胞就快速的壞死 然後就想說天啊我要怎麼樣 用英文用不同的語言 讓我可以發揮平常的幽默呢 這也是我自己的挑戰 然後我覺得他也放鬆非常多 就像他剛才說的 像以前可能要跟他在路上跳舞啊 或是要很瘋啊 做一些什麼其他事情的時候 他就會很冷靜 因為他可能身為跳展教練也不能碰到哪裡去 不然也太輕浮了吧 對 所以現在他就會非常知道我下一步我要幹嘛 然後一個眼神就知道說我心裡在想什麼東西 可是以前我會覺得 為什麼一個眼神你不知道我要幹嘛 所以我覺得在我們 越來越懂得怎麼跟彼此溝通之後 真的變得很像好朋友的關係 然後又可以一起好好的工作 我覺得這對我們來說是很重要的事情 最後最後就是因為 你們交往其實四年多了 那剛剛講的是工作方面的嘛 那你們兩個其實 其實你自己本身有期望 未來跟Cody有什麼樣的發展 我嗎 我覺得在一開始公開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下定很大的決心 因為我就跟他講說 因為他那時候可能不知道 公開戀情 我的工作啊等等的內容 他不太了解這個生態 所以那個時候就有先想好說 如果真的要公開的話 這真的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喔 我自己覺得我沒有把握的事情 或是我沒有真的做好這個決定 我就不會輕易跟大家說的人 所以當下我們也溝通了很久 然後他就說 他其實玩超級沒有任何猶豫 他就說為什麼不 為什麼要騙人 為什麼不誠實 如果你真的愛一個人的話 有什麼好不能說的嗎 所以我那時候才當 當下才覺得好 可以試試看 但是他也為了我搬來台灣 這個很大的舉動 我覺得是非常浪漫 跟這件事情 也下定了決心 對 他也付出了很大的 我也付出了很多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的目標 當然是希望 在一起工作方面 可以更好 然後一起去更多地方 在有家庭之前 先把我們想要去的地方 都去過一次 然後好好享受兩個人的世界 好 反正呢我覺得 因為今天最主要想要邀請兩位來 當然是因為我覺得 很多的觀眾對你們有很多的期待 然後對於你們有很多的 想要知道的事情 當然我們現在也只講了一些些這樣子 那希望未來就是 有更多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覺得你們的故事 可以讓很多人去克服 就是異地裂 或是不同人種的 沒有相同語言的人的這種 對 因為你是完全不會講英文 到現在可以 吵架 對 吵架當然也是一部分 要贏啦 要贏太多了 非常感謝Cody跟荷美來到這裡 然後我也希望大家可以 你的YouTube頻道是 就叫做荷美 HOMEI0416 跟我的Instagram一樣 那Cody的Instagram 叫做Clander C底線LND 所以大家再幫我們上一下這樣子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關注他們 然後多多支持他們 然後也多多留言給他們 然後讓大家知道說 台灣人非常的支持Cody 繼續留在台灣這樣子 大家非常喜歡他 希望他可以成為台灣的女婿 也再次謝謝Cody 也謝謝荷美 沒有人說什麼 下次見囉 拜拜 Hi C-Book 朋友大家好 我是荷美 Hi I'm Cody 歡迎來追蹤C-Book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